今天是由数位发展部指导 数位发展部 数位产业署主办的 20237th Day 治安产业日的活动 这不仅是我们数位产业署在治安的方面 推动的年度成果展 也是我们南台湾最大规模的治安主题盛会 治安产业日这个活动 能够成为产业治安 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的获奖 一个是自策委的ICSentry 另外一个是SemiE87 要成为一个国际标准 其实是不容易的 要感谢相关的组织的一个努力 初衛部去年8月有相当大的资安事件 也提升了全部的国人 对于我们叫做全民数位任性 那当然我们透过向产创条例 来鼓励企业能够投资先进的资安技术 我们透过红队的演练 来让企业知道说要有哪些不足之处 以及刚刚看到的就是企业出题学生 来解题的方式 来培育下一代优秀的资安人才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希望资安产业 跟产业资安中间是完全没有距离的 我们最主要提升了我们的资业技术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也让我们团队的凝聚力更加的愈合 也是让我们可以去实际的操作 去运用之前学习的知识 企业执行的专题会从它的需求访谈 然后做到系统分析 透过与业界专家的交流 未来我将期待应用这些经验 应用于更多资安挑战中 资安它可以帮助企业原生的业务 附带它的附加价值 企业的资安的治理 还有产业的联防是缺一不可 因为资安事件频传 也因此他们发觉 再不把这个资安做好的话 那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 我觉得其实资安之塔活动 这个理念就是很像游戏化的感觉 让人家去了解资安 我觉得很不错 其实我原本对于这种资讯安全是不太了解 那今天来到这边看到很多他们的摊位 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收获 对于资讯安全也有更加的了解 都可以有很印象不到的收获 因为资安对我们现在这个数位转型 或是智慧展型的科技来讲 其实是越来越重要 对产业界来讲 这个也是必须要被认可 而且要必须要被采用的一个科技